不知道大家平時去書局會不會發現 經常都是一些心靈勵志 教人提升效率 時間管理 千篇一律其實都挺悶的 那時候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書 Atomic Habits 在外國很多Youtubers他們都吹捧 覺得很有啟拍性 而我自己覺得這本書 真的近年比較一本特別 還有有質素的書 我抽到幾個重點 覺得應該對正在讀書或正在做事的大家有幫助 現在就馬上跟大家講一講 第一 很多人就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改變不了生活的現狀 例如想建立一個好習慣 或者戒了一個壞習慣 市面上心理學那些書 通常都只是教大家 試試目標給獎勵大家 講來講去都是那些 看完就純粹 好吧 但這本書就給了一個跟同類的書 不同的看法 就例如這幅圖 想說我們改變 不單止是建立或者整走一個行為 而是因為一個新的identity 一個身份認同 而自然而來有一個改變 那本書就講了一個關於戒煙的例子 有人就問小明和小強同一條問題 就問他們 想怎樣一起吃煙 小明就回答他 我戒煙的了 不吃的了 小強就跟他說 我不吃煙的 不吃了 那本書就覺得 小明即是說自己在戒煙的 很大機會最後是戒不了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剛才我們講過 身份認同這個概念 因為對於小明來講 他依然是定義自己為一個吸煙者 只不過他是在戒煙 但小強就反過來 他很堅定地定義自己是一個非吸煙者 所以就很自然不會吃煙 去到這個位 如果大家明白 身份改變 和行為上改變的分別 究竟怎樣應用在自己日常生活裏面 本書就給了幾個例子 如果我們想建立寫作的習慣 我們可以試下跟自己說 我是一個作家 如果我想建立連絡器的習慣 就是學音樂 我們可能是在練小提琴 可以試下跟自己說 我是一個小提琴的演奏者 如果想建立健身的習慣 可以試下跟自己說 我是一個運動員 如果在職場上打滾的人 想鼓勵身邊的人 例如員工 可以跟自己說我是一個領袖 不過看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腦海就彈了一條問題出來 就是上面的東西其實說就容易 但做可能是另一件事 例如我想創少一些劇 打少一些機 多些時間用 是不是就這樣跟自己說一句 我不是創劇的人 或者我就這樣跟自己說一句 我不是打機的人 這樣就搞定了 會不會太神奇呢 針對這條問題 本書就提出一個挺好的說法 而我覺得都合理的 那本書他想說什麼呢 他就是強調群體的重要性 因為作者就相信 每個人心底裡都有一個傾向 想融入這個群體 就例如剛才戒煙的例子 如果我們身處在環境 大部分都是非吸煙者 那我們就傾向 identify 或者定義自己作為一個非吸煙者 其實聽下去只不過都是近朱者赤 近密者赤的道理而已 不過原理就是這樣 實不實踐到 本書就似乎沒有再詳細解釋下去了 然後第二想跟大家介紹 一個我覺得 令到本書大賣的一個concept 這個concept就叫做tiny improvement 意思就是小小的進步 其實就是積小成多的意思而已 但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表 它特別之處就是 這個表是一個exponential curve 就是指數曲線 數學上的概念 我就不多解釋了 我自己都不是很深入研究的 但簡單來說的意思就是 一開始的頭幾天 甚至是頭幾個星期 可能你見到的成果都是得很少 但隨著你堅持時間越來 你學習的成果就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我們用打字做一個例子 通常一開始學是超級難的 因為連我、你、的那些簡單的字 都要逐個字這樣塗才會打 就算你給我新的文章 我根本就打不到 因為太多字不懂 但隨著時間 當一些基本的字眼熟落之後 就會發覺你需要塗字典的次數就越來越少 再過多一會就會發覺 可能幾天才查一次蒼蠍或速成事典 而在這本書裏 作者就用了這句 去總結他想表達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即使開始你達成的東西很少 但是累積上來的時候 是絕對令到你意想不到 所以作者就叫我們一個一個小習慣這樣掃起 就例如剛才幾個例子 想做作家的 你可以每天寫一篇文 寫不到一篇就一句 或者想做音樂家 你每天就學一個音樂的theory 甚至你可能會記一句很好聽的算 運用作者的原則 可能你寫完一篇文 第二天未必在大型書局見到你的本書 你學完音樂知識 第二天莫扎特也未必認識你 但如果你堅持一天做 總有一天會意想不到收穫豐富 成不成功得不得到其他人認同就另一件事 因為都跟我們身處環境需求有關 第三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本書所介紹的概念 就是我一開始接觸本書的原因 話說我從一個YouTuber的影片 就講過這本書裡有一招 就幫助這個自我成長有幾好用的 究竟這個方法是甚麼呢 本書就跟讀者說了一個故事 就是說在一間公司裡面 管理層就發覺 員工的餐廳裡面只有梳打、汽水 就很少喝用水 於是就擔心他們的健康 因為健康對工作效率很重要 要想一想辦法 他們就想 如果直接好像教小學生那樣 跟員工說你多喝點水 喝梳打沒有益 那應該沒甚麼用 因為他們都不是小朋友 那些員工就應該不受這一套 於是管理層就想到D個方法 在左邊的圖裡面 原本提供水的 就只有左邊的圖 深色的地方 即是那兩個很細的正方形 那正常的員工 他們都不會怎樣留意到 可能只是當他洗手盆而已 但是右邊的圖 就是管理層的策略 他們就把整個員工餐廳 都放滿了水機 或者瓶裝水給人買 大家看到 圖裡面深色的部分 就真的比左邊多了很多 那這個實驗的結果 就是管理層 是一句都沒有跟員工說 說要他們注意健康之下 很多人他多了喝水 也少了人去買梳打 或者汽水印 那就直接提升到健康 那最後當然是幫公司賺多點錢 但是就不是個個都是管理層的 對於我們來說 那我們怎樣去應用 在自己日常生活上面呢 這本書就提議我們 好像剛才上面的故事一樣 在日常生活裡面加一些小提示 去提醒我們想做的行動 就例如剛才我們提過的Youtuber 他就話說很想學結他 於是就把結他放在家裡比較顯眼的地方 雖然這個方法聽起來很簡單 但事實上是真的增強了他回家 拿結他上手去練習的意義 運用同樣的原理 其實我們想儲英文生字 最最最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們手機的主頁 因為我們每天都看的 或者是每個小時都看的 在手機的主頁上面加一些提示 甚至搞一個鬧鐘 每天定時定後去提醒我們做某件事 然後很多人會問 如果我們看完之後都不想做 那怎麼辦呢 很多人就馬上怪責你 你自己沒有動力缺乏信心而已 但本書就跟你說了 其實跟上面大家講過的看法都有關 就是其實你做不到 不是說你真的沒有動力 或者你沒有能力去做 而是有時候給自己太大壓力 去做的時候目標設得太高 於是本書就建議了 我們每一樣想建立的習慣 都可以跟自己說 只是做好少好少 我們pay minimum的努力就可以了 又是儲生字做個例子 如果已經給了提示自己去儲生字 都儲不到 可以跟自己說 只是儲一個生字就可以了 甚至可以揭開一本生字簿 就已經當自己做完了 不要誤會 這裡不是自己騙自己 剛剛我們看過圖表裡說過 即使每一天做的事微不足道 但只要我們堅持下去 長遠來說那個回報是想像不到的 最重要是我們不要停了 所以我們就算只是打開一本生字簿 都好過我們第二天就不再儲生字 重點就不是我們做了多少 是我們有沒有繼續堅持下去做 好 最後給我總結大家 我覺得這本書介紹的就不是一些我們沒聽過的東西 而是將我們以前都知道覺得是對的 或者沒有信心去做的東西 系統性的做個歸納 去說服我們開始這些習慣 其實有誰不明白即小成多 持之以行的道理呢 但核心問題就在於我們自己的心態 就是有時候我們給了太多壓力自己了 要短時間裏面去很多成果去存到 但大家記住學習是長跑來的 即使我今天跑得很慢 但至少我都跑過 最後再老土都說一句 真正的失敗是我們放棄去做一件事 當然不是說放棄做一些不對的東西 而是放棄做一些長遠才有結果的東西 今次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其實我自己平時主力就會講一些 關於英文生字或者grammar上的應用 不過有時候都好像今天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覺得新奇有趣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 繼續看我的影片可以訂閱和讚好 接下來有新的影片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下次見 請問一下